他2015年 他的協會的聲明是2015年 不要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沒有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沒有推我 你是哪一家的記者 你為什麼 你上次也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剛剛是在 你為什麼要推我 警察來 我剛剛完全沒有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真的沒有推你 你夠了嗎 我剛剛是在問你 這位先生 你已經問過我很多次了 服務業協會我還沒有問過 服務業協會我也沒有問過 服務業協會我還沒有問過 我剛剛真的沒有撞你 好嗎 記者需要這樣子嗎 你是哪家中間的記者嗎 我剛剛是真的沒有撞你好嗎 剛剛是我看到你 進到了腳架之後 我怕你跌下去 過好多次 對 他2015年 他協會的聲明是2015年 不要推我 不要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沒有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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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一家的記者 你為什麼 你上次也推我 我沒有推我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剛剛是在扶你 你為什麼要推我 而且剛剛是 剛剛是 警察來 我剛剛完全沒有 你為什麼要推我 我真的沒有推你 你夠了嗎 我剛剛是在問你 這位先生 你已經問過我很多次了 服務業協會我還沒有問過 然後同樣的問題我一直回答 你現在又撞我 我剛剛真的沒有撞你 好嗎 那記者需要這樣子嗎 我剛剛真的沒有撞你 你是哪家中間的記者嗎 我剛剛是真的沒有撞你 好嗎 剛剛是我看到你 進到了腳架之後 我怕你跌下去 所以才把你扶起來 這位先生 我剛剛完全沒有撞 但是那個服務業協會 你完全沒有回答過 他們服務業的聲明 是2015年的時候 爸爸是2015年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撞你 我剛剛完全沒有撞到你 不好意思 我剛剛完全沒有撞你 我剛剛真的沒有撞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撞 我必須要說 我真的沒有撞你 你為什麼要撞 還有為什麼2013年 那時候爸爸 就已經到這個大陸 說他要推動台灣的企業到大陸 那這部分 我也要不要說一下 就被質疑說 是不是政治紅利也要 錢也要嗎 是這樣嗎 但也沒有質疑說 就賺人民幣有錯 只是這部分 雙面要部分 我原來不要說清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怎麼看就是 被說假新聞 但是檢察官卻說 這叫做合理 其實我看到這個結果 我就是有四個字 你意外嗎 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一整個事件 已經是一個政治事件 它不是一個法律事件 哪一個檢察官敢去挑戰新潮流 如果去挑戰新潮流的這些檢察官 他不就自毀前程嗎 所以到底有哪個檢察官敢這麼做 然後再來我看到這一次這個 我們最後都有請賴平雲來舉證 就是我到底哪邊去做假新聞 但是看起來賴平雲也都沒有 也都沒有舉證說我們哪邊做了假新聞 然後檢察官就直接妄下定論說 這個叫做一個合理評論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以後我們記者去跟受訪者求證的時候 我們就活該 就要被誣指成叫做是作假新聞嗎 然後更荒謬的事情 是這個指控到了檢察官的眼中 居然可以叫做合理評論 這到底哪一個記者能夠吞得下這一口氣 然後再來這是一起妨害名譽的案子 然後我就看這個妨害名譽 那時候收到那個傳票的時候 居然動用到主任檢察官來辦這個案子 主任檢察官來辦妨害名譽的案子 真的是何德何能 然後最後還得到這個不起訴的處分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位主任檢察官 應該是新潮流眼中的大英雄 那也祝這位主任檢察官 預期未來應該可以官員橫通 我想接下來是不是就開放我們記者朋友 媒體朋友提溫 請問 委員好久不見 請問是不是推我 我沒有推我 你幹嘛推我 你是哪一家的記者 請問誰 請問 委員好久不見 請說 今天這個距離可以嗎 請說 好啦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今天在講廖先生想能違建 但是賴清德他在萬里的老家 昨天新委市府有說 查不到任何的稅籍資料 所以被質疑是不是有投漏稅 那這個部分委員的看法 以及另外一個還要問是 陳建仁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核電是綠電 那如果站在委員反核的立場 你怎麼看待陳建仁的說法 可以由品譽委員回應嗎 對我問品譽委員他OK嗎 廢復的就 廢復的就我 分開講 然後反核的他來講 這個院子問的我來回就可以了啦 我們其實都很充分的尊重 媒體朋友的提問的權利 即便是中天 其問是不同立場 我們也是優先讓大家發言 但我真的覺得 不應該在提問的時候 再有這種挑釁的 問說這樣子的距離可以嗎 但這種挑釁的我真的覺得大可不必 今天 其實剛才幾位委員也都有講得很清楚啦 就是說 老實說 早上我們看到周刊爆料的這些細節 也很震驚啦 然後今天的這個內容都是根據周刊的報導 然後根據這個舉證的內容 其實也包含公家單位的公開資料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酸破地資訊 那自來水池保護區查詢結果 或說地籍資料 所以都非常的清楚去顯示了 那家父子的豪宅或說停車場 都是有多項違法違規之處 那事實上廖議員今早的回應 這個承認自己就是違法啦 但是他很明顯就是逼中性選擇性的回答 一來就是說他只針對土地分居進行回答 但是這件事情最嚴重的就是 他侵占國土 並且在水池保護區排放污水 這種非常嚴重的狀況 他通片不提 那唯一的回答就是牛頭不對馬嘴啦 那今天這塊壁就是山坡保育區的農業用地 他為何去扯這塊地資品 這其實根本就毫無關係啦 那我要提醒今天的重點是 他不僅是前任議員 廖政黨是前任議員 廖先生是現任議員 他們執法犯法 而且疑似用特權滿足利益 你怎麼退我 我沒有退我 你為什麼退我 我沒有退我 你是哪一家的記者 可以去說 今天這個距離可以嗎 可以去說 好啦 我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今天在講廖先生想的違建 但是賴清德他在萬里的老家 昨天新北市府有說 查不到任何的稅籍資料 所以被質疑是不是有投漏稅 那這個部分委員的看法 以及另外一個還要問是 陳建仁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核電是綠電 那如果站在委員反核的立場 你怎麼看待陳建仁的說法 可以由品譽委員回應嗎 對 我問品譽委員 他OK嗎 賴副的就 賴副的就我 好 分開講 然後反核的他來講 OK 這個賴副的問的我來回就可以了 我想各位媒體朋友 針對賴副這個部分 你說地價哪一個稅 有沒有稅籍資料 這個問題我們就簡單這樣來做一個回覆 好 還有在陳正 核電的部分我先來回答 我的態度 從頭到尾都是一致的 就是我反對核電 反對核電廠 反對核四 其實都很充分的尊重媒體朋友的提問的權利 即便是中天 請問是不同立場 我們也是優先讓大家發言 但我真的覺得 不應該在提問的時候 再有這種挑釁的 問說這樣子的距離可以嗎 我覺得這種挑釁的語言 真的 大家彼此應該互相尊重 民進黨團也會充分尊重 不同立場的記者的發言 但這種挑釁的 我真的覺得大可不必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